2020年11月2日,重庆某小区楼洞地下,一个身穿睡衣的中年男子摊坐在地上,他双手不停地垂打着自己,嚎啕大哭,一边哭一边喊道,都怪爸爸,都怪爸爸,没把你们照顾好。 男子四周围着一圈人,大家小声感叹着,真可怜啊,两个小孩从楼上摔了下来,听说这家人是15楼的,这么高,小孩怎么没看好哟。 果然,有后来的居民,在那个男子身前,看到了两个倒在血泊中的小孩,一男一女,年纪都很小,估计只有一两岁左右,订阅酒窝谈其文。 了解其文意识,摊坐在地上的男子,看上去无比悲痛,他伸出手想抱着两个孩子,但似乎又怕挪动他们会造成更大的伤害,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哀嚎,爸爸不该睡午觉,不该睡觉啊。 就在邻居们为他心痛惋惜之时,一阵警笛声传来,只见各有一辆警车和救护车,先后从小区门口开了进来。 原来围观的邻居中,已经有人报警并呼叫了120,警察下车了解现场情况之后,立刻指挥120对两个孩子进行急救并送往最近的医院,并用警车带着那名男子一同前往。 同时警察也对详细情况进行了了解,原来,这名男子名叫张波,与妻子陈美林离婚后,女儿两岁半由妻子抚养,儿子一岁则由他抚养。 张波解释说,这次他是想到姐弟两人很久没见面了,于是将姐姐接过来,与弟弟一起玩一天。 中午,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,看着姐弟两人玩耍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,谁知一声哭叫将他惊醒,等他睁开眼时,客厅里已经没有了姐弟两人的身影。 随即,张波听到楼下传来嘈杂的呼喊声,他赶紧趴到窗户上去看,从15楼望下去。 只能远远地看到两个小人趴在地上,周围都是血液,惊恐绝望的张波赶紧下楼,然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,姐弟两人从15楼摔下来,已经没了声息,了解事情经过后,警方起初认为这就是一场意外的悲剧,然后让张波通知自己的前妻陈美林,两人一同处理这件事,而此时医院传来消息。 两个孩子都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,他们美好的人生几乎还没有开始,就促然夭折,就在大家都还在为这场悲剧痛惜时,赶到现场的陈美林却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,两个孩子的死。 绝对不是意外,是张波这个做父亲的故意害死孩子。 陈美林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,而且他非常坚定地认为这并不是一场意外,并要求报警立案。 根据陈美林提供的线索,警方进行了细致的调查,没想到真的牵扯出这起震惊全国,还被最高法点名批示严惩凶手的十一二重庆幼童坠亡案。 这起凶残的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,张波和陈美林是与2017年出京朋友撮合认识的,其实在一般人看来,张波远远配不上陈美林,她只有小学文化,从小就在外打工,直到二十几岁才慢慢有了起色,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,但生活根本算不上富裕,而陈美林则从小就是个乖乖女。 家庭条件优越,父母都是科研工作者,收入不菲,自己也成绩优秀,大学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在单位颇受重用,不过两人相识后,陈美林还是很快沦陷在张波的爱情攻势下。 一方面是因为张波的外形条件确实出众,一米八的身高,身材挺拔,相貌英俊,虽然才二十出头,但社会上多年摸爬滚打,练出了她成熟的气质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美林感觉张波对她非常贴心,每天嘘寒问暖,特别是一些细节上的关心,都让陈美林深深感动,就这样。 虽然陈美林的父母根本看不上没有学历的张波,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和张波在一起,过来人都知道,恋爱中所谓的关心,体贴并不是永远不变的,如果陈美林和张波多谈一段时间恋爱,说不定就会发现张波的真实面目,但可惜的是,在恋爱仅三个月后,陈美林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两人在亲密时,张波很不负责地没有做安全措施,就这样,哪怕一直极力反对两人在一起,陈美林的父母还是在女儿未婚先孕这个结果面前妥协了,张波如愿以偿地与陈美林领取了结婚证,在恋爱关系转变为婚姻关系后,陈美林很快就发现了张波的改变,从她怀孕生产到坐月子,张波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,特别是有一次刚出生的女儿生病住院。 陈美林给张波打电话,要她赶紧来医院照顾,张波却多次挂断电话,根本不关心女儿的情况,更不用说为陈美林分担一些压力。 除此之外,张波还利用陈美林的嫁妆扩大了自己的生意规模,此后早出晚归,在外花天酒地更是有了应酬这个理由。 而陈美林则因为女儿离不开母亲,不得不辞职,成为一个全职妈妈,两人在婚姻中的地位关系慢慢发生了交换。 按陈美林朋友的话来讲,她就是一个恋爱脑,为了抓住张波的心,无底线地在物质上讨好她。 据说还找父母借钱,为张波买过一条三千多元的名牌皮带,然而张波并没有回心转意,陈美林与张波双方的感情是不平等的,如果说恋爱时,陈美林是被张波的伪装所欺骗,那结婚后,她就是对张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认为可以让张波真正爱着她。 其实在女儿一岁时,两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非常不稳定了,因为张波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与别的女人打情骂俏,陈美林与她多次发生争吵,张波对陈美林的态度并不在乎,到后来甚至都不愿意敷衍解释,但陈美林依然不愿意放手这段畸形的感情。 她甚至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时,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怀尔胎,陈美林希望用再次怀孕来挽回自己的爱情,但她却没有想明白,张波既然并不在乎女儿,又怎么会为了第二个孩子而改变呢? 果然,在儿子刚出生不到半年,张波就向陈美林提出了离婚,这对后者来说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,而张波的态度却十分坚决,她不顾外人议论,一定要与还在哺乳期内的妻子离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,因为她在外面的情人下了最后通牒,不离婚,就分手。 张波的这个情人名叫叶诚诚,与她同岁,两人就是通过社交平台认识的叶诚诚的家庭条件也很好,而且她自己还开了一家食品公司,再加上容貌秀丽,让张波一见之下,立刻奉为女神,认识叶诚诚诚之后。 张波隐藏自己已婚事实,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有成的单身人设,再加上她本就英俊的外表,就以一个年少多金的形象出现在叶诚诚面前,而且,此时生意大有起色的张波,可以花更多的金钱和心思在叶诚诚身上,在她的大力追求下,一直心高气傲的叶诚诚也将其视为自己的真命天子。 不过就在叶诚诚认为两个人水到渠成,可以走入婚姻殿堂时,张波却突然向她坦白了一个真相,她已经结婚了,还与妻子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,在说完这些后。 张波非常诚恳地说道,只要你愿意等我,我马上就去跟她离婚,我真正爱的人是你,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讲,张波的行为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欺骗,根本不可能接受,但叶诚诚却与一般人不同, 她竟然并不在意自己小三的身份,只是要求张波必须与原配离婚,就这样在叶诚诚的催促下,张波向刚刚生下儿子的陈美琳提出了离婚要求。 陈美琳起初根本无法接受张波出轨并要求离婚的事实,为了给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,她甚至还跪下来哀求过张波,但毫无作用。 后来为了逼迫陈美琳答应离婚,张波断绝了与她的一切联系,拉黑电话,删除微信,连家也不回了。 而叶诚诚在知道张波已婚的时候,反而更加高调地炫耀自己与张波的关系,将所有社交平台的主业背景都换成了两人的合照。 就这样,在张波和叶诚诚的施压下,陈美琳只能任命地接受了与张波离婚。 在哺乳期结束后,她就与张波领了离婚证并协议女儿由她抚养,儿子由张波抚养到六岁后,再交由陈美琳抚养。 然而,就在张波以为她可以顺利与叶诚诚结婚时,对方却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,无法接受张波有孩子,2020年6月面对张波邀请叶诚诚到家中见家长的要求。 叶诚诚进行了很坚决的答复,玩没解决前,我是不可能见你母亲的,反正我不能接受你有娃关于张波孩子的问题,两人之前已经有过争吵,对此张波也一直退让。 对叶诚诚表示,以后不会让孩子出现在你的生活中,然而叶诚诚却毫不松口,让张波不用再解释并提出了一个恶毒的建议,你应该想办法拉个让你两个娃一起那个吗? 自己虽然不尽人情,忘恩负义,但也不敢直接说出害死孩子的词,菊花让张波惊呆了,拉个可能吗? 见张波狠不下心来,过了几天后,叶诚诚再次下达了最后通牒,先解决完,并表示,娃没有了,她就没有任何可以嫌弃张波的了。 而张波则只是感叹了一句,两条命就这么不值啊。 这些都取自张波和叶诚诚之间真实的对话,是警方在收集证据时,通过恢复两人微信聊天记录而发现了。 因为关于处理玩的问题上没达成一致,张波不堪叶诚诚的逼迫,在当月、六月提出了分手。 然而或许是出于心中的不甘,或许是她对孩子们也根本没什么感情,到了九月份,张波又主动恳求叶诚诚复合,而这一次,她也做出了突破底线的让步。 由于叶诚诚要求只有解决问题之后,她才会与张波复合,同时还要求张波用刀抵着自己。 向家人宣布非叶诚诚不娶,她彻底切断了张波的退路,其实在张波主动找叶诚诚复合时, 她心中就已经做出了决定,牺牲吊子女来为自己和叶诚诚之间铺路。 2020年10月,张波按照预演方案打电话给前妻陈美林,让她带女儿欣欣来陪儿子瑞瑞一起玩,然后她找机会下手。 不过由于当天陈美林一直陪着两个孩子,这次计划泡汤了,过了一星期,张波又主动到陈美林家中将欣欣接了过来,说是弟弟又想姐姐了,这一次陈美林没有跟着。 不过那天张波的母亲,也就是孩子们的奶奶一直在家,张波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,于是借口姐弟两人舍不得分开,将心心留在了家中。 就在第二天,张波接到了叶诚诚的视频电话,他在电话中歇斯底里地威胁张波,如果还不解决,就永远不会再见他,恰好那会张波的母亲出门散步。 受刺激的张波发狂一般冲进两个孩子玩耍的房间。 提起他们的脚,将姐弟两人从15楼的窗户扔了下去。 后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,张波假作悲痛,和警察一起将孩子们送到了医院,并自以为能蒙混过关。 但孩子们的母亲得知此事后,却看破了张波的伪装。 她的表现实在可疑,在没离婚时都从未如此关心过孩子,更何况是已经离婚。 因此孩子出事后,陈美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张波有问题。 果然,在警方的缜密调查下,这起十一二重庆幼童坠亡案的真相水落石出,张波和叶成辰这两人也在全国引起了口诛笔伐。 最后一审,二审都被判处死刑,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 即使事情过去了这么久,还有人感叹,为什么张波能下得了如此毒手? 而为什么叶成辰又非要一步步逼着张波向两个孩子下手? 据说叶成辰在被执行注射死刑时,曾哭着求其父母救她,并叫道,我还没当过母亲啊。 她的语气十分凄凉,却根本没有想到她也剥夺了另一个女人做母亲的身份。 而她前男友透露的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略微看到叶成辰扭曲的心理。 叶成辰和张波被逮捕后,就有记者采访过很多他们周围的人,而直到叶成辰死后, 她前男友在采访时透露出的一些细节才被披露出来。 有一个习惯让人不寒而栗,据叶成辰前男友说,他们曾经同居过一段时间, 但在这段感情中叶成辰表现得十分骄傲,让她一直处于讨好和卑微的地位。 最后不得不选择分手,而分手的另一个因素则是,在同居期间,她发现了叶成辰的一个习惯。 她十分喜爱甚至崇拜月亮,每当月圆之夜都要到天台拜月。 拜月时,叶成辰有专用的白色长裙,还有一条只会在这时候佩戴的银制吊坠, 一般时间都在午夜十二点左右,一个人上楼,大约半小时之后结束, 有一次前男友悄悄跟上去偷看,只见叶成辰在月光下双手合十, 双目紧闭,口中念念有词,仿佛是在祈祷,前男友偷看了一会, 只觉毛骨悚然,于是提前下楼躺回了床上,而当叶成辰回来后, 仿佛什么都没发现,和平时表现的一样,虽然除了拜月坏, 叶成辰并没有其他什么怪异行为,也没与其他什么神秘人士接触, 但却在前男友心中留下的阴影,再加上她的性格太过高傲, 于是忍痛选择了分手,得知叶成辰和张波犯下的血案后, 前男友也感到十分庆幸,如果她继续与叶成辰在一起并走向婚姻, 不知后者会不会提出其他什么可怕的要求,前男友透露出叶成辰的这种怪异习惯, 或许只是她个人的一种信仰和精神需求, 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到,叶成辰的心理在现实中一定是缺少寄托, 这才会转向某种神秘的力量, 而这或许也就是导致她性格越来越偏激,越来越自我的原因, 而今,她因为自己的性格作恶,也因为自己的性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最可怜的是两个死在自己亲生父亲手中的孩子, 和遭丧子之痛的陈美林, 虽然凶手已经伏法,但她也选择了终身不嫁, 可能一直都会生活在悲痛与遗憾之中,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